这是我见过最孝顺的儿子 71岁老父亲高烧不退 三个儿子以为只是简单的感冒发烧 可医生的检查报告让儿子直接下跪 通过了解后得知 老父亲发烧已经一周多了 家人以为没大事 只是为老人输液治疗 可一个星期过去了 老父亲不仅没好转 甚至还在今天陷入婚礼 三个儿子吓坏了 立刻将老父亲送到了医院 通过CT扫描后发现 老人的肺液已经有一半发白 这是个糟糕信号 意味着老人感染了重症肺炎 如果不能及时治疗 那后果不堪设想 就是一个要命的病 咱需要签病毒病之单 看着病危通知单 三个儿子都愣住了 他们实在没想到 一场小小的感冒发烧 却差点要了老父亲的命 虽然害怕 但大儿子也不敢耽搁 立刻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是治疗阶段 按照医院规定 家属不能陪头 但三个儿子都不想离开病房 老父亲就在眼前 他们实在不放心离开 小儿子甚至提议 让他待在父亲身边 他不说话 也不会耽误医生治疗 结果还是被医生拒绝了 每天三点到三点半 是探视时间 其他的时间 您别激动 没事 这一刻小儿子泪流满面 他害怕失去父亲 就像两年前失去母亲那样 当时三人都不在身边 再加上母亲突然离世 让他们倍感遗憾 现在父亲也是这样 他怕了 真的怕了 因为不能进去陪护 医生每次出来谈话 是三兄弟最期待 也是最害怕的事情 显然 这一次的谈话有些糟糕 按照目前的检查来看 老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 医生的话 让三个儿子心中一挤 他们最担心的还是来了 此时小儿子彻底崩溃 他们已经失去母亲 不能再失去父亲 所以当医生宣布病危时 三个儿子跪的跪 哭的哭 父亲没了 哪里还是家呢 三个儿子煎熬 而病房里的老父亲也难受 剧烈的疼痛和呼吸困难 让老父亲坐里不安 这一幕上儿子们心疼坏了 不停给老父亲按摩放松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能让父亲舒服一点 结果并没有改变什么 在第一阶段的治疗中 医生注射了大剂量的抗生素 以及抗病毒药 但老人依然高烧补退 不得已 医生只能继续加大药量 只有老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了 才能给专科医生创造条件寻找病因 不久后 检查结果出来了 老人不仅有病毒 细菌感染 还存在真菌感染 明确了病因 接下来就能针对治疗 但因为药效发挥比较慢 老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所以每天的探望时间 就成了三兄弟最期待的时刻 无论谁进去 他们都会尽全力减轻父亲的痛苦 就这样 经过十天的治疗后 老父亲终于退烧了 整个人也精神多了 由于严正得到控制 老人也被转入到普通病房 这一刻三兄弟长输一口气 父亲在 家就在 如果父亲不在了 那这个家也就散了 最后 送给大家一句话 常回家看看 或者多给父母打一个电话 不要让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